在企业培训的时候,我常跟一些企业说,我们说企业不应该闭门造车 什么意思叫做闭门造车呢?也就是,这个企业它本身只会依赖于本身公司内部的一些成员 或者甚至是一些高层去管理,甚至是应对公司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企业为了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做得更大,甚至做得更广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些比较巨大的一些公司,或者上市公司 他们本身都会懂得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企业的一种借力了 那么借力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借助外围的力量而协助企业的一种成长 那当然了,一个企业上的成长的话呢,基本上来讲说呢,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一个就是企业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人为的一个因素了 那当然了,今天不是公司发生问题呢,就是人本身制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企业要懂得借力的话呢,它就要本身在外面去寻找一些专家 或者是顾问来协助企业呢,去把这些问题给化解的 有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自己的孩子啊,还是要交给别人去交,会来得比较好啊 所以有时候自己本身的员工呢,由上司去管,由上司去讲的话呢 下属总会有一个感觉,哎呀,当然嘛,你是老板,你是上司,你一定这么讲的 他们可能已经听得麻木了 英雄常见变狗熊啊,有时候上司可能是英雄 但是在下属心目中呢,你的一举一动,你的所有的弱点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今天你跟我讲的任何东西呢,我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听得进去了 但是外面的专家,他本身就拥有了这样子的权威 那么进来之后呢,他就有这样子的力量,能够去改变这些员工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探讨一下了 我们本身要找的这些专家呢,到底他本身是个人本身的一个经验 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还是他拥有一个宏观的一种思维 那,这个东西呢,都是企业本身要去寻找专家的时候,必须要去考量的点的 假设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可以协助公司解决人为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再加上,他本身也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职场经验 那很好,他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一个教练 能够协助到公司呢,把这些人给教育好的 那好了,如果他本身呢,是拥有这个多年的经验 而且他本身也是在我们同样的领域里面呆了很多年的话呢 这个人绝对能够胜任着我们本身一个叫做主题导师 这个主题专家,主题顾问,或者主题导师呢 他本身就是能够协助我们在组织上 在公司的整个运作上呢,能够拥有很大很大的一种帮助 甚至会给予一些正面的意见,让企业能够做得更加的好的 那,当然了,企业要走得更远 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些宏观的思维者 有时候呢,企业不是只是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的组织,是的 符合现在的这个情况底下呢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运作 但是在未来,可能必须要改善我们本身目前所拥有的这个组织结构 或者甚至要增添什么部门等等的东西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宏伟思维的一个导师了 这些人,他们本身就能够成为我们企业的一个顾问 这些企业顾问呢,他就能够给予我们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方向 知道未来我们这个企业要如何去做 如何去编排,如何去规划 甚至拥有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一个目标 这些都是企业顾问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那当然了,对于一些宏伴思维者也能够解决人为的问题的话呢 这一种最适合的就是担任公司里面的培训师 或者甚至是长期的一个合作对象 让这一些培训师呢,能够培育那些人 能够往公司所想要达到的这个宏伴目标呢 而去前进 我们都知道啊,员工有时候很守旧 他们都是做着以往做的那种方法 那认定以前成功的方法呢 就是一个固定的成功模式 其实我们都必须要让这些员工明白啊 今天公司一旦定下了这个目标之后呢 员工必须要明白公司到底想要达到些什么成果 要抵达什么目的地 那么员工才能够真正的配合公司 一起迈向这个成功路啊 所以呢,这一些培训师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让员工能够真正的看到未来的一个方向 所以今天企业,记得一句话 不要默守成规 也不要闭门造车 而是要懂得借力 借用外人的力量 协助企业能够做得更好 做得更大 发展得更快